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恰恰是美国、英国的人权账款 正是美国面对加沙4万多平民死亡,无动于衷 对内暴力镇压校园内的学生和平抗议 对外输送弹药纵容战火升级 对中东人道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是英国数百年殖民统治在全球为非作歹 给巴尔、苏丹、缅甸等大部分战乱冲突种下了祸根 当前还继续煽风点火,罪责深重 正是美国、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纵容伊斯兰恐惧症、仇恨雅裔、蔓延 持续歧视、限制少数族裔 他们大惨人权高调,虚伪至极